一来折磨 他为何要杀死心爱的妻子 他们已经是现在公开的秘密了 杨老师做的真的有点过了 得意 恐慌 二十年的王敏徒 他如何自处 完全是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 痛恨 绝望 一家人如何度过这煎熬的二十年 他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已经枯干了 夜线即将播出 二十年的清与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二零一六年四月 四川省乐志县公安局发生了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就是二十年前的一桩凶杀案的嫌疑人 终于被抓到归案了 二十年前 乐志县的一个老师杀死了他的妻子 杀人之后他留下了三封信 洋洋洒洒几千字 表达了对他妻子的悔恨 爱意 然后他就跑了 从此要无踪影二十年 岳父岳母一边要面对失去自己女儿的痛苦 一边还要寒心如苦的去养大这个杀死女儿的人的女儿 而那个女孩子 今天她已经是个大人了 她怎么面对这个杀死她妈妈的爸爸呢 一起来看 还原 书里来龙去脉 这名戴着手铐不断抽气 几次近乎晕厥的中年男人 名叫侯华 这是他二十年来第一次回家 而这次回家是为了指认现场 刻骨铭心的地方 但是人已经不在了 房子依旧 池塘依旧 书依旧 教学楼一样 如果活在这个时尚是多美好 即使不是在我身边 即使是 但是一切无可挽回了 这边 他是杨老师师体是回家的 别舍啥子疼吗 孙子她正在比赛 她去做饭 我喝了酒我就说话很刺激她 就说一个女人要怎么样怎么样 要受辅导 或者是老师要注意形象 讲话一打通 讲话过后她就听不下去了 她就过来顺手打我 打得太疼了 或怎么样的 就把那个抢过来 也是无意识当中 就是把她抢过来 过后为了保护自己 也是这样乱舞乱舞的 侯华在妻子的面部头部 砍了很多下 妻子倒在血泊中 一周后 也就是1996年1月28号 妻子的尸体 才被她的弟弟杨军发现 房间里面已经收拾干净了 但是这个书桌上面 放了几封信 第一封信 上面就写得很清楚 就是她 已经把这个 我们姐姐给杀了 我不敢目睹你的惨像 胡乱的包裹中 也不知中了魔的我 砍了你多少刀 多少刀 这三封信都是侯华写的 看了这些信后 杨军毛骨悚然 迅速报警 发现被害人的头部 面部 下额处 共计大概20余处伤痕 其中最严重的一处伤痕 就是在额部这个位置 然后当时是取出了六块碎骨 而这个时候 侯华早已逃之夭夭 虽然侯华组通过一年多的艰苦侦查 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 没人摸排出侯蒙的情报线索 侯蒙就如同石城大海一样 杳无音信 这一期恶险案件发生后 四川省乐志县公安局民警 一直没有放弃对侯华的追踪 直到2011年全国亲网行动时 死者的家属还在民警的劝说下 出具了谅解书 但是也没能吸引侯华的出现 侯华究竟逃到了哪里 他为何要杀掉自己的妻子 就在民警为这起激案发愁的时候 萧生匿迹了20年的侯华 在今年年初终于有了消息 因为范祖先是后某某 他那个传统观念应该是比较强烈的 我们当时就把他更名不改型 那种观念在全国人口系统 来输入后某某 当时就查询出来 40到50岁的后某某 大概2000来过 通过以前的宣说 穿西装大领带 大约眼角 这个特征 要进行比对 就剩下几十名这种符合条件的人员 民警将这几十名侯卿男子 让侯华之前的同事逐一辨认 最后发现 一名左眼角有红斑 来自云南昆明的侯卿 与侯华有极高的相似度 随后民警赶到云南昆明 在侯协所住小区外进行蹲守调查 就在民警蹲守的第三天早上 民警看到了一名与侯协长相相似 年龄相似的男子 我当时就给他表明身份 我是落签官局刑警大队的民警 请问你是不是侯老师 当时这名男子就比较紧张 我再次给他提到问题 你是否知道我找你干啥子 他就只给我点了个头 经过简单的询问后 这名中年男子承认了 自己就是逃亡了20年 民警一直在追捕的侯华 2016年4月18日 逃亡了20年的侯华 终于被捕归案 一位看起了文质彬彬的老师 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妻子呢 从我来到这个世上嘛 我不是为自己合作的 我在小的时候嘛 是为父母合 然后懂事一点 有能够自理的时候 是为弟弟妹妹合 然后成了架构是为妻子而没有合 侯华与杨英是大学同学 大二实习的时候 两人相识 侯华说杨英是他的初恋 侯华和杨英认识不久后成为恋人 侯华比杨英小三岁 他觉得杨英开朗的性格 正好与自己内向的性格互补 并且他很欣赏杨英的才华 比如像他跟我装了一台收银机 用那些拆下来那些年年碎碎的那些东西 他自己装了一台拿给我 我觉得他还是很能干的 应该说他都比我强吧 也比较崇拜他 侯华说他对杨英爱得深沉 杨英是他最依赖的人 就觉得他真的就是我整个世界 就是说最后就很偏执 他一旦对我不好 不就很伤心 就是那种感受 杨英精灵能干 在杨英的身上 侯华似乎看到了自己母亲的身影 侯华 1969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 宜龙县的一个农村 父母都是农民 家境贫寒 侯华是家里的老大 他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侯华小时候学习成绩优秀 父母为了供他读书 家里几乎一贫如洗 侯华上初三时 母亲为了给侯华攒学费 累得病倒在了床上 9月开学下半年 他就天天搗 晚上给自己搗 白天还帮别人搗 所以他就得了 也相当于败血的一种绝症 去背那个碳砸 那碳会背到那些建筑工具去卖 然后我就去给母亲治病 当时就不想读了 但是无论母亲病得再严重 家里经济情况有多困难 父母都不让侯华放弃学业 我妈养我读 不准我回家 那时候我几次不去 他就跑到学校就受到我 使得我们班上站在门外 看看我在学校里面没有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付出 侯华读书十分刻苦 如愿考上了师范大学 但是1992年 侯华大学毕业 分配工作的时候 为了和杨英在一起 侯华决定到杨英老家 乐志县某中学工作 工作稳定后 侯华和杨英结婚了 应该是说 是比较孤僻 一些场面上的话 他很会说 但是一些内心里面的东西 他基本上是不会相当群属的 他是不会喊我们 喊我们的妈 喊妈的 新婚后 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平静 而温馨 1993年 侯华的女儿出生 但是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除了为小两口带来喜悦外 还有越来越重的家庭负担 主要是小孩 因为有先行病嘛 也没有这么多钱去做手术 手术 医院 就是医生就建议 要在三分之前 要抽钱 给他做了最好 女儿的病确诊后 侯华一时隐藏在心底的秘密 也被妻子发现了 侯华说 那时候教室工资低 无法承受女儿高昂的手术费 于是他在学校办理了停薪留职 到成都应聘上了记者的工作 但是在这家单位 就上了一个多月 他就慢慢教回来 本身他就 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 上班单位 这么年轻 就觉得 已经很寂寞难赖了 现在我又走了 他就更加感到孤独无助的这种 本身我的工作 已经也还可以感觉到 比较说还好一些吧 但是为了他又再次返回 这个地方 为了给女儿看病 侯华和妻子的生活压力很大 也许是为了排挤生活的苦恼 侯华经常借酒浇愁 脾气也变得冲动易弄 开始时候是在拼命工作 像挣钱多不够 打工怎么样的 找钱来给小孩抽钱 二个就是 到最后这些都 当时挣钱也难挣 那个是个天文 是不是对心脏病 那个手术来说 手术这种无助 绝望嘛 就有活景嘛 有一次在我们农村的这个家里面 在这个屋檐的边上 然后她就把我们姐就 摁在地上 掐着脖子 一直不松手 然后我们姐的脸色都变污了 说实话 从刚结婚的第一天起 你的性格 脾气 就暴露无遗 让我无法接受 我容忍不了你对我的无理责骂 我不是你发气的对象 骂起人来 像要把人吃掉一样 我原本不想破坏这个婚姻 但是种种原因 种种现象表明 我们不是幸福的结合 这是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一直夹在杨茵的日记本里 杨茵死后 这封信才被父母发现 所以侯华一直都不知道 这封信的存在 更不知道妻子 有过离婚的念头 虽然还没有离婚这个概念 因为当时也不懂什么叫离婚 没有事 现实当中还没想到这一步 有现代性戚的起因 隐瞒了这个事实之后 然后再加上后来 这个侯华经常地打骂我姐姐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人不靠谱 一开始结合的时候 就是一个错误 侯华说 他觉得那段时间 妻子比较喜欢唱歌跳舞 而那时自己忙于赚钱 无心陪妻子参加这些娱乐活动 我也会打牌 也会下香气 也会跳舞 样样都会 并不是说 像不给她一样 不能享受 但是享受回来的 就会死了我妈 娃娃在看病的牵在那里 侯华说 他和妻子的感情慢慢疏远 直到有一天 他从别人的口中 听闻妻子和学校的一名男老师 有不正当关系 并且在一天中午 他亲眼看到了 妻子和同校的唐老师在一起 我提醒了过后就发现他不在 门就开着 我就去关门 我一关门的时候 我感觉听到楼上有声音 我就跨了两步上去 上去我就看见 他跟那个唐老师坐在那里 我就很诧异 他们已经是 现在公开的秘密了 杨老师坐得也真的有点过了 侯华说 当他知道了妻子 与唐老师有不正当关系后 夫妻双方有了很多猜忌 但自始至终 双方都没有提出过离婚 这个概念都没有 还在忙着生第二胎 把这个家庭想象得很纯洁 很美好 也很执着 就是不懂得放手 侯华说 虽然他想保住这个家 但是又无法容忍妻子彻夜不归 面对这个名存实亡的家 他常常睡不着觉 因为他彻夜不回家 对我上海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这个是很伤自尊 因为很多时候 我都是这样独自坐到天亮 表面上的身后 还是风鲤浪静的 就是内心这种 就是我再去怎么讨好他 也感觉到 不难化解他的那种忧愁 侯华说 他曾试图主动讨好妻子 但妻子无动于衷 长期的怨恨 让侯华习惯了 用酒精麻痹自己 直到1996年1月20号 这一天 侯华亲眼看到 妻子杨英和同校的唐老师 出现在家门口 看到我在家 他很诧异 他就给背后这个唐老师 吸眼色 那个唐老师就退出去了 杨老师就进来了 进来过后我就很生气 侯华在酒后 与妻子争吵时 亲手杀死了妻子 并十分镇定地写了三封信 一封是写给与妻子 有暧昧关系的唐老师的 一方面是带着自己 对这个老师的恨意 一方面是对于 自己妻子的悔意 另一封信 是他写给好友的 拜托这个老师 照顾杨母的父母 然后妥善处理 善后的一些工作吧 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妻子的 一直长久以来都是一种压抑 当时一下发生这个事情过后 就一下就 头脑一下就清空了 那三封信都是流眼泪写下的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 夜线到场嘉宾 媒体人余博洪先生 心理专家 王斌博士 欢迎两位 这个犯罪嫌疑人 我也情不自禁地 想称他为侯老师 因为这是文文雅雅 有条有理 看上去就是一个文明懂事的人 你看包括那个引发 他们家家庭悲剧的那个情敌 他都始终称之为 唐老师如何如何 就这么文雅的一个人 他怎么会把自己的生活 最后给处理成那个样子呢 他的行为开始很文雅 但他形容自己 用到了一个词叫偏执 我们会发现 他的爱恨情仇 其实挺极致的 他有没有发现 他说他的妻子是全世界 但是在他妻子写的信里边 其实他妻子是受到过 一些非常非常粗暴的对待的 我感觉他的这个性格就是 我想捧你的时候 可以把你捧上天 但是你让我不满意的时候 我可以把你摔到地上 我后来甚至还推测 为什么讨好妻子不成功 因为他妻子曾经看到过 那个很本质的面目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种讨好 每准第二天 就可能变成对我的摔打 所以其实这是很可怕的 他的妻子可能突然有一天发现 原来你一直对我的好事 发自于你的需要 我能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 怎么都可以 但我不能满足你需要的时候 似乎你就可以随意的对待我 对一个人民教师 成为了一个杀人凶手 太多人会吃痛心 但他为什么狠下杀手 我在想 可能和他的脾气暴躁 可能和他的酒精作用 不无关系 另外会不会 他巨大的心理落差 也导致他失去理性和人性 你看他认为 我拼命的在赚钱 为了孩子看病 但你却在偷情 却在这样循环 他接受不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切的一切 都不是杀人的理由 这个他处理家庭的方式 特别奇怪 就是他那个家庭 真的早就名存实亡了 就是夫妻两个没有感情 而且不交流 然后他妻子自己出去 包括日常的游戏娱乐 玩全都是自己出去 然后也不理他 然后人家早就打算 跟他离婚了 然后人家也已经有外遇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觉得 他也不面对这家庭矛盾 他也不出力 他说我就想象 我的家庭是非常纯洁和美好的 那我的生活一切 我当他是风平浪静的 然后我就准备 我们该要二胎了 就跟那不好的事没有似的 他不管那个事 然后继续活在自己的想象里 直至有一天 你的想象彻底被人家 当面打翻了之后 疯了直接就杀人了 他干嘛要这么死抓着 一个假象不放呢 其实我们看到他偏执 有一地方特别有意思 他没有想过他妻子会离婚 但是他妻子天天彻夜不归 按照我们自然的联想 这明显就是不想过日子 对不对 但是他不能面对现实原因 是作为一偏执的人 最不能接受就是我失败了 我怎么付出这么多 没有换来你对我好呢 我怎么对家付出这么多 为你还从记者 又回来当教师 之前为了做教师 也是为了你 你怎么能够这么对我 我觉得其实他更多的考虑 更多是自我中心的 如果我要承认了 你要离我而去 就意味着我之前的投入 全都白费了 也就意味着我自己的一个破产 对但我们很多人眼里 在当年他离婚是最好的解脱 但是他为什么放不下呢 我个人认为 可能还是和孩子有关 跟面子有关 另外他的内心 可能还真的深深的爱着自己的棋子 就是我觉得你要说爱吧 爱应该是对这个 为这个人好 就是你要爱他 你都不为他好了 那个还是爱吗 就是那个可能真更像一个 他个性上的偏执 就是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他就必须得是这样的 他不能是别的样的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此身蹉跎万事休 子归生生提血哭 乐志乐志乐不至 为老先衰 青丝哭 这是侯华被抓之后写的一首诗 他一直认为 1996年1月20号 是他人生悲剧的开始 那一天他杀死自己的妻子后 自己也同行尸走肉一般 那一天侯华从家 一直走到宝林镇上的一个三叉路口 他不知道在这个路口站了多久 到早上六点多时 他被一个懒科的公共汽车司机 拽上车 这辆车一直开到成都火车站 就很恐慌 就感觉到 我都知道我是一个追患 就是一个狂徒 我就躲 我就一直到地方躲 就来了一大党 可能一二十个那种民工 背着那种 背卷 扛着那些工具 我就藏在他们里面去 躲到他们里面去 躲到他们里面 就跟他们走 侯华说到达云南昆明 下火车后 他就一路沿着铁路向前走 就在一个垃圾房里面 就坐下来 垃圾房里面就有些捡垃圾的 就把我拉到一起去 晚上就跟他们睡在一起 整个九六年睡完了 捡垃圾为生 就自己感觉原来那个老师 已经死掉了 而对于后华妻子的家人来说 1996年同样也是灾难的一年 为啥子要把他杀死了 当然我们那种心情 哪个神 只有说是一个 男人喊嘛就说 再苦嘛也就知道 也说不出了那种知味 那年初十嘛 那年初十嘛 还有儿生就过年了 那月十九嘛 云里那月十九嘛 就是我们女儿就满三十了嘛 就没满到三十了 好可恶哦 侯华的女儿侯丽出生后 一直由侯华的岳父岳母照顾 侯华逃跑后 三岁女儿抚养全的问题 成了最头疼的事情 岳父岳母说 他们曾多次给侯华的父母写信 伤议孩子抚养全的问题 但是侯华的父母始终没有回应 这只侯卓的人啊 有句说句相当的狡猾 死了人 一封电报两封电报发几切 就应都没来个人了 就是我喊他来 我们亲自面对面的商量 那个玩的问题啊 不得了呀 多次哦 这是没给他下跪了 侯华逃跑后 痛失爱女的岳母 经常一泪洗面 很长时间都接受不了 女儿被杀的事实 昏着夏季日出不到门 我还记得 电视都在放清清后边吵 我看一张我的电视嘛 那个眼睛水就流一上了 那叫过年嘛 你想少个人是不是 为了逃避失去爱女的痛苦 1996年年底 侯华的岳父岳母搬到了内疆市 同样是1996年年底 在外逃亡的侯华 遇到了一个转变他命运的人 他看到他戴个眼睛嘛 他就说 小子你戴个眼睛这么一回 还在拿钱 我说我没有 我这个地方局部无情嘛 也没有钱 没有吃的 没有住的 我说你拿去了 你想工作嘛 你就跟他我走嘛 是吧 我就跟他走 他就是搞旅游的嘛 有了工作后 侯华给自己弄到了一张假身份证 并且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侯杰 最初他只是帮旅行团买车票 没多久他就正式成为一名导游 就买了导游书给我 叫我背 我就把它全部背下来 然后接吊到旅游公司去带外团 所以就一下就感觉到 是个人才嘛 就一起风发了 比当教师还要风光一些了嘛 随时包包的就是几十万的钱 所以那个时候你才一年时间 我高旅游就又买车一半 这是什么概念在昆明 做导游一两年后 侯华的生活富裕起来 还认识了他现在的小徐 侯华说 一天早上他去买东西的时候 突然看到两辆警车 犹如惊弓之鸟的他 一路狂奔到贵阳 广西三亚等地 也就是在这十八天的逃亡里 让他有了再次结婚的决心 走机也没开 天大的事情发生 我还写三分信是吧 这么一个事情出去卖八面 就消失掉了 这个就没法交代 我就打电话给传播他 他说你太太 每天都要给你打一二十个电话 我都给你罚了上千条留言了 我一看我心就软了 回去我就给我们家太太讲 我说给你过一天 即使明天是我也愿意 很快侯华和小徐结婚了 并生下两个女儿 这个时候侯华在四川的女儿侯丽 也到了上学的年纪 都数据要钱是对不对 钱我的压力好大嘛 我那真就是装家中出点钱 我还没拼着 我喊老师感谢冯心 后来就回了冯心 包括他一夜来来都不要当问嘛 寄了三百块钱 那个时候三百块钱就只够消费 虽然侯华的父母 不会主动关心孩子的近况 但是侯华的岳父岳母 并没有把对侯华的恨 转移到孩子身上 他们总是拼尽全力 给孩子最好的 他是一条命嘛 小人是无辜的嘛 那么我们不带他 又哪个带呢 我从来那个时候 我没有说过恨的孩子 我就是说 你好生不说 啥事的心 我都没讲给他听 侯丽懂事之后 他知道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身边没有父母 他有时也会问 外公外婆父母的事 每次家里都只能编一个理由 瞒过去 我如果是告诉了他 他脑海里面 毕竟一天就很悲伤 他就很恨了 他就一天就想着来 恨他的妈 也恨他的爸爸 就耽误他的学习 那个事情小时最大最大的了 周围的邻居常常好奇 这个特殊家庭的家世 为了不被打扰 这么多年来 杨军带着父母搬过好几次家 每次搬家 母亲都很伤心 而每到一个新环境 他们又要面对大家疑问的眼神 搬家搬一道 家我哭一道 因为不是他 我的屋子坐得上 好得那么会这么多多散散的 他们除了这件事 还对我家庭影响你说 要好大就要好大 经过几年的时间 洪华的岳父岳母心情 才稍微平静下来 但是每当看到女儿的遗物 岳母还是会偷偷地哭 他现在基本上就一言都是 已经哭干了嘛 再多的痛苦都已经不会流眼泪了 我们妈就从那一件事情发生之后 一直看了几十年的法制频道 她现在眼睛看不见了已经 她就处在电视面这么近 她就要去看那个 她就想某一天看到洪华 因为各种其他什么事情 而然之间被抓住了 远在云南昆明的洪华 也常常关注法制节目 也是心情短暂 看这些频道 看了会也会难过 又出情深情的感觉 虽然洪华在云南昆明的生活条件富裕 但是也抵挡不了她内心的恐惧 她换过很多工作 例如记者 还开过两家广告公司 但都在做得最好的时候 辞职或放弃 我谈什么声音 或者是都会考虑 首先考虑安全 是吧 首先考虑跟你合作 会不会给我带来 让我上电视 上报纸 会不会让我回四川去谈声音 你说收税 我税交了的 最后一马上怀疑 肯定是公公局打电话 一查果然是 那有个公司马上关掉 所有的业务全部 建立所在做的风声水起的时候 一级消失 他在事不通他就骂我 神经病 他说脑袋断路了 后来 侯华选择去东南亚国家 做房地产的工作 他自己一年四季 基本都待在国外 但只要一回国 他就会去寺庙祷告 超度嘛 对他的灵魂进行超度 请他原谅我 完全是 那时候是人的灵魂和这个肉体是分开的嘛 虽然这背后会掉泪 在人前是 也是谈笑风生嘛 随着时间的流逝 侯华四川的女儿侯丽 也出落成一个大姑娘 但是他总是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和平静 说话那些 就好老年啊 不多一笑 称谓得很 称重得很 因为他思想压力太大了 侯华的学习成绩很好 上初中时 为了能减少一点学费 侯华的岳父岳母 不得已去民政局给侯华办了孤儿证 侯华长大后 有时会给爷爷奶奶写信 商量学费的问题 这也是他最厌烦的事情 我不太愿意写信去要钱 每一次都很敷衍 有一次我写毛了 我居然在结尾写道 我不希望这封信是对牛弹琴 这封信寄出之后 后果可想而知 不仅没给我钱 声讯都没有一个 然后外公不幸去道歉 这让我很惭愧 2011年 全国青蟒行动 把侯丽和父亲第一次联系在一起 侯丽也第一次知道了 母亲被父亲杀害的事实 因为你我独自在人海飘零 因为你我被世界无情抛弃 我已尝到他带给我的苦难的味道 可是我不会退缩 因为也许你还在 只会见你一面 只为我们未实现的妇女情 但是这一次 侯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直到2016年4月18日 侯华被捕归案 得知侯华被抓的那一刻 侯华的岳父岳母心里的石头 终于落下了 我的心情呢 说过老实话 我也不安 他还在 我都知道他有病死在外头 而侯丽知道父亲被抓后 他整天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最终侯丽和父亲 还是在看守所见了一面 永远也不回来 他的眼神看着我上游泳 因为亲人嘛也是仇人嘛 仇人嘛不肯戴天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感觉孩子真是可怜 就是对父亲一定是既爱又恨 然后对这个凶手被抓捕归案 一定是既盼望又恐惧 对我认为 这个事情其实对残忍的 就是对孩子 就像他在四川的这一个女儿 三岁不到 一夜之间父母就彻底的消失了 但是他在苦难当中 争气的成长 现在父亲归案了 我想他的内心不可能是喜悦 也可能不是仇恨 但必然是一种亲情和润水 交织的痛过 其实这个侯华在云南 他又生了两个女儿 那么这两个女儿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父亲会是一个杀人犯 我在想 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真相就足以可以把他们击倒 那么在真相击垮的同时 我们也考虑可能对三个女孩 这一辈子都会有抹不去的阴影 会有吧 因为其实刚才那犯罪嫌人也说了 这个亲人也是仇人 我觉得这对这样的孩子来讲 就更是 即使你的父母 从某个角度又害了你的一生 也让你没有父母了 特别是对父母的恨 有可能变成对自己的恨 因为我可能是杀人犯的女儿 这个标签 不管你自己看不看中 可能你周围很多人 都会用这个标签来衡量你 对 我觉得他心里会想 就是我们家的事特恶心 对 这个时候 他最后可能变成对自己的一个厌恶了 他可能觉得 在选择恋爱的对象的时候 他会选择一个保险的人 而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他在选择生活的时候 他会选择一个 可能没有那么多可能性的更好的生活 但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 我是一个有污点的人 但是他不知道 作为一个孩子 他完全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 他也因此可能牺牲掉 自己人生幸福的可能性 但是他 其实他跟那一切没有关系 他爸爸干什么 跟他没有关系 他犯不上悲那一切 而且我觉得这个孩子 还算有个幸运 就是外公外婆真的好 一直不告诉他这个事 外公说 我不想让他恨他爸 或者恨他妈 然后心里琢磨那个不好的事 所以我不能让他知道 因此一直带着孩子搬家 躲开所有知情的邻居 这对孩子是特别大的保护 成年之后再让他知道 比特别小 就把自己的仇恨告诉你孩子 你爸不是个东西 你爸坏什么的 要那样孩子就惨了 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对老人的 这个照顾和保护 但愿这个孩子心里有足够多的能量 来面对现在的这种变化 我这里查一句 这一对老人太善良太好了 而且你看 在这样的状况下 自己的生活这么紧张 这么艰苦的情况下 冷卤负重 把这个孩子培养得这么真气 学习成绩又这么好 另外还有一个感慨 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你看他当年说不当老师了 想挣点钱 换了一个工作 就去考报社 那个时候 那报社可是特热门的 90年代前期 报社是多热门的地方 他直接就考上了省城的 成都的一个报社 然后他说干了第一个月 就已经很好 收入就比以前当老师好 后来他逃亡之后 他可是从捡破烂的这么低 开始起步重新干 干广告公司 干得很成功 干报社 进到好的报社 当到中层领导 干导游 干得特别成功 就是你 他都 他每次换职业 都不是干不下去 而是因为要藏匿自己 躲避警方的那个注意 你从他这一系列经历 就能看得出来 这男人真的特有本事 就是如果他的个性 能够就是能够积极一点 当时自己老婆不好好过 这个是有变故 能够以积极面对和积极处理 重新开始的方式面对 不合适 咱俩就离婚 咱们就从头各自 从头开始 我换一个城市 我换一个工作 我从头做 二十年过去了 我相信这男的 已经做得非常好 而且大大方方的在结婚 大大方方的在有孩子 互相放对方一马 都已经两个人 各自有了生路了 真是性格及命运 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 死揪着一件 消极的事情不放 然后以最消极的态度 去报复生活中的消极 最后让自己 活成这个样子 真是可惜 其实有本书叫 成功者 可能都是偏执狂 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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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